狗的速度究竟有多快 你见过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狗吗 当我们想起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时 猎豹可能是第一个从我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 然而你知道吗 狗的奔跑速度其实也可以非常快 一般来说 普通狗的奔跑速度 通常也就在每小时20公里左右 然而在全世界多达400多种不同种类的犬中 其中有一些狗如果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奔跑速度甚至都能够接近猎豹 非常强悍 这些狗通常都是用来帮助人们狩猎 追捕以及参加一些竞技运动 它们之间的绝大多数 前身都是与野生动物相对抗的猎犬 综合实力其实并不压于一些藏傲 或者砍高这些大型猛犬 今天这期视频 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 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十一种狗 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急速权重 大家好 我是黑土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给黑土个霸气鼓励 谢谢 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快最小的犬种 杰克罗素梗的身高也就在38厘米左右 体重不到20斤 但它们的爆发速度却远远大于它们的体型 杰克罗素梗可以以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奔跑 对比它们的这种体型来看 速度其实已经非常快了 这种狗原产于英国 最初是人们用于狩猎狐狸的小型猎犬 由于它们的动作敏捷 胸部狭小而柔软 所以能够进入狐狸的巢穴中 对狐狸进行驱赶 甚至在地下追踪猎物 它们的体型虽然不大 但攻击性却极强 杰克罗素梗是一种精力非常充沛的品种 它们遇来于高水平的锻炼和刺激 非常活泼 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训练 这种狗可能会变成一种喜怒无常 且带有攻击性的恶犬 好 位列第十位的就是威马猎犬 这是一种原产于德国的一种中大型犬 在19世纪 饲养这种狗的人 大多数都是德国的贵族 在当时 德国的贵族们用威马猎犬来狩猎狼 山狮 甚至是熊这些大型野兽 后来随着大型猎的数量逐渐下降 这种狗则被继续用来猎杀较小的动物 比如兔子或者狐狸 这种狗的体型中等 它们的身高可达70厘米 体重可达80斤 但从它们的外观不难看出 这个家伙的身形属于运动型的 作为一个帮助人类狩猎野生动物的猎犬 它们的敏捷性与速度都非常优秀 这个家伙最高的奔跑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55公里以上 并且它们的耐力也很强 不会轻易的疲倦 相当厉害 这是一种源自埃及的古老犬种 据保留下来的骨骼表明 这种猎犬已经在中东生活了至少5000年 早在4000年前的古埃及画像中 就出现过这种犬 这种狗之所以叫法老王猎犬 是因为在古埃及的文献记载中 这种狗曾经很受埃及国王 图坦卡蒙的偏爱 甚至狗死后 它还命人将这种狗的躯体包裹起来 抹上香膏再放进棺木里 好让它与当时古埃及一些有地位的人一样 可以在神的面前取得荣耀 由此可见 这种法老王猎犬在当时的古埃及的地位有多高 剃片到了现代 这种法老王猎犬在马尔他仍被当作国兽 并且在马尔他当地还发现了刻有法老王猎犬肖像的银币 这种狗之所以会获得如此尊贵的身份 当然也离不开它们自身出色的狩猎能力 这种狗的体型纤细 并且肌肉发达 这使它们能够快速奔好 法老王猎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 在当地 这种狗经常被用于帮助人们猎杀兔子 是一个猎兔能手 因此它也被称为猎兔犬 对了 还有就是这种狗有一个特殊的特征 就是会脸红 它们在兴奋或者高兴的时候 耳朵和鼻子就会变成亮粉色 这是一种原产于英国的运动型猎犬 它的四肢修长 整体看上去比较瘦小柔软 虽然看上去并不是太强壮 但它们却拥有非常惊人的力量与速度 惠比特拳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都被用于参加各种竞技赛跑比赛 它们的提速非常快 在高速奔跑的时候 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 除了比赛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人们还经常利用惠比特拳 帮助抓兔子 以及获取一些小型的猎物 惠比特拳的性格温顺 并且非常聪明 易于训练 对待主人也非常忠诚 如果训练得当 这种狗既可以当作伴侣犬 也可以当作猎犬 陪人们一起去狩猎野兔 当然 它们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卫犬 猎狼犬也叫俄罗斯猎狼犬 这是一种分布于俄罗斯的大型猎犬 这种狗的身高可以达到85厘米 体重接近100斤 在以前 这种狗曾被俄罗斯的贵族 用来捕猎狼 猎狼犬是一种视觉猎犬 它们在帮助人们捕猎的时候 主要依靠的是视觉 而不是像绝大多数的狗那样 是靠嗅觉 为了达到最佳的捕猎方式 猎狼犬需要非常特殊 精确的身体结构 特别是速度 视觉猎犬的共同特征 就是速度 它们需要利用极快的速度 去锁定追捕猎物 在急速奔跑的时候 猎狼犬的时速 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以上 它们要比一些野生的狼 奔跑速度还要快 在猎狼的时候 俄罗斯猎狼犬通常都是成队出动 攻击方式也非常凶猛 它们会咬住狼的脖子 将狼拖倒在地上 然后等待猎人前来捕获 这种犬虽然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凶猛 但实际上 它们的性格不太开朗 特别是对陌生人 陌生人如果贸然靠近它们 很有可能会遭到它们的攻击 不过它们对待主人 还是非常忠诚的 第六个 斑点狗 斑点狗也叫大麦亭犬 这种狗原产于南斯拉夫 是一种中型猎犬 它的身高可达58厘米 体重可达50斤 身上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皮肤上的黑色的斑点 这种狗具有极大的耐力与速度 它们的后腿肌肉发达 强健有力 在向前奔跑的时候 最高时速可以接近每小时60公里 这种狗非常聪明 它们属于一种听话异讯的品种 由于聪明异讯 使得它们的角色多变 很久以前 大麦亭犬被用作猎犬 战犬 马车犬 甚至是消防犬 它们最出名的就是为消防员工作 在很久之前 没有机动车的年代 消防车都是由马匹牵引的 在消防马车出行的时候 途中会有一些人们散影的家禽 阻碍消防马车的出行 斑点狗的任务 就是负责在消防车行驶的时候 帮助清理掉阻碍车辆通行的动物或人 当到达火场的时候 它们也可以帮助消防员 护送消防设备 然后看护马车与消防设备 后来随着马拉车被机动车逐渐取代 斑点狗的消防犬这个角色 也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不过之间为止 在世界上很多的消防队里 斑点狗仍被许多消防员当作宠物饲养 由于其历史原因 这种狗经常被当作是消防队的吉祥物 第五个 伊比赞猎犬 这是一种原产于巴黎阿里群岛的大型猎犬 这种狗的身高可达80厘米 体重可达50斤以上 它是一种视觉敏锐 嗅觉灵敏 并且拥有惊人弹跳力的猎犬 这种狗静止状态下 也就是原地跳跃 可以跳到1.8米的高度 高速奔跑的时速 也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它们具有很强的猎物驱动力 饲养这样一条狗 需要具备一个非常高的栅栏 并且需要一个安全封闭的区域 因为这种猎犬 一旦摆脱束缚跑出去 它们可能很长时间 都不会回到主人身边 不回家 不是因为不认识路 是因为它们具有猎物驱动力 猎物驱动是食肉动物寻找 追捕和捕捉猎物的本能倾向 也就是说 它们可以在外面自行获取猎物 等到它们玩够了 你会回家休息 第四个 维兹拉猎犬 这是一种来自匈牙利的犬种 属于国际犬业联合会 第七组支点犬种 在所有运动型犬种中 占有非常高的地位 维兹拉猎犬是一种中型短毛猎犬 它的身高可达64米 体重可达50斤以上 它们是天生的猎人 具有非常出色的训练能力 以及强悍的驱动力 在高速奔跑时 维兹拉猎犬的最高时速 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非常强悍 再而就是这种狗的性情非常敏感 它们不像大多数的狗那样 受到严厉斥责会害怕 维兹拉猎犬在面对严厉的训练时 可能会比较激动 很容易受到伤害 简单点说 就是面对维兹拉猎犬 需要对它们好好说话 不要对它们自压咧嘴 它们不吃这一套 阿富汗猎犬 阿富汗猎犬也叫卡布尔犬 这种犬的历史非常悠久 早在4000年前 就有阿富汗猎犬的画像 这种犬原产于中东地区 曾经被用来狩猎凳铃 狼 雪豹 这种奔跑速度极快的野兽 这种犬外观优雅 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非常高贵 它曾多次被用于各国皇室的专用猎犬 阿富汗猎犬的身材高大 它们的身高可达73厘米 体重可达50斤以上 纤细的体型赋予了它们极快的奔跑速度 在高速奔跑时 它们可以每小时65公里左右的速度高速飞奔 在奔跑的时候 它们不太轻盈 体质高雅 身上的长毛随风飘逸 看上去十分漂亮 有着越野赛跑者之称 有些腿脚敏捷 在一些地方 人们也会将阿富汗猎犬 用于参加赛犬活动 它们的性情仅限于对人类温顺 对待其他动物可能并不会那么友好 这种狗的特点就是胆大 独立 自主性强 在遇到猫 鸟或者老鼠等等一些常见的小动物时 阿富汗猎犬多数都会快速的冲上去 对其进行撕咬或者恐吓 这是因为它体内残留着猎犬血统的缘故 毕竟在以前 它们是在野外帮助人类对抗狼与豹子这种野兽的猎犬 第二个 萨鲁基猎犬 萨鲁基猎犬也叫波斯灵体犬 它是从视觉猎犬发展而来的标准化品种 这是一种原产于伊朗的大型猎犬 萨鲁基猎犬的身高 通常都会略高于70厘米 但是体重仅在40斤左右 整体非常的瘦 这种狗曾经被游牧部落用来追捕猎犬 它与阿富汗猎犬一样 历史非常古老 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 因为人们曾在古埃及陵墓的墙壁上 也发现了与萨鲁基猎犬极为相似的猎犬 这种狗的体型虽然看上去比较瘦 貌似弱不禁风 但实际上 它们是一种具备非常强悍杀伤力的优秀猎犬 由于有着飞快的奔跑速度 在阿拉国家中 它们被广泛用于捕捉羚羊 它们会在猎鹰的指引下 向羚羊发起进攻 有时候 它们甚至能够独自猎杀一头羚羊 战斗力非常强悍 在奔跑的时候 萨鲁基猎犬的最高时速 可以达到每小时68.8公里 并且它们可以在更长的距离内 跑得更快 耐力非常的强 第一个 灰狗 灰狗也叫灵体犬 或者格力犬 这种狗专为速度而生 它们拥有流线型肌肉发达的身体 以及特殊的身体器官 它是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狗 在高速奔跑时 它们的速度 可以高达每小时72公里 相当的快 这种狗与以上的大多数猎犬一样 原产于中东地区 成年的灰狗 身高可达76厘米 体重可达60斤 是一种极其难得的纯种犬 这种狗的头部长长的 口吻部分非常接近锥形 这种特征 可以帮助它们在冲刺期间减少阻力 还有就是它们的鼻孔 要比其他的犬种大 这可以保持它们在高速冲刺时 能够确保呼吸顺畅 像猎豹一样 总之 从上到下的每一处身体部位 都在为速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狗虽然奔跑速度极快 但是它们的耐性不足 只能适应短时间内的快速奔跑 在全世界 一般人是不会选择这种灰狗 作为护卫犬或者半驴犬饲养的 因为这种狗除了价格昂贵 它们的性情 也与普通的家犬也大不相同 灰狗实际上并没有看家护主的习性 它们不喜欢吼叫和攻击陌生人 这种狗大多数的时间 都非常慵懒地趴在一些温暖舒适的地方 平常也不怎么喜欢运动或者锻炼 外加上它们拥有超小的爆发力和速度 身上短而光滑的背毛 使其非常容易受伤 尤其是操伤和骨折 在活动的时候 极快的速度非常容易撞上一些坚硬的物体 导致受伤 综合种种原因 一般人是养不起这种狗的 在中东地区 养这种狗的人通常都是一些经济能力较强的 它们主要也是利用灰狗参加各种竞技活动 很少有人会将这种狗当作家犬饲养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觉得还不错的领导 记得帮黑图点个赞 谢谢